各位 大家好 節目Huntington 今天的節目就是回復以前 草根燒探 今天就講一講台灣的政治形勢發展 有幾個是重量級的人物 要出場的 今天的主題就是 蘇喜國師 韓市長 要出征了媽 蘇喜國師 韓市長 要出征了媽 台灣時間10月15日 就是高雄市長 韓國瑜 響起浩國 祭起軍國 我現在要出征 這個就是征服的征 我問蘇喜國師 就是 蘇喜國師 韓市長 出征了媽 這個征就是征事的征 自開之後會出征的 蘇喜國師 明白沒有 你說的 正題之前 我們看看 我當然 上去幾集 故意 吊蘇喜出來的 那 對蘇先生 有 不少評論 這次真是引到蘇喜出來 在前台那裡講話 我們首先講講 就是 引述她的 在這個馬英九 這個基金會裡面 所做一次的會議 國安研討會 就是 馬英九先生 和蘇喜先生 談這個 芒果肝 芒果肝就是 芒果肝 國語的話 很接近 芒果肝 是吧 芒果肝 就是 芒果肝 對不起 我的國語都不太標準 芒果肝 就是 芒果肝 就是 你國語是芒果肝 就是芒果肝 是吧 相似的 因此 她就談什麼芒果 芒果 吃那些芒果 用芒果肝 去做一個主題的 就是 十月五日 在這個馬英九的基金會裡面 請了蘇喜的方 她自己就是 馬英九也有講的 就是 馬英九的老身上 談什麼 因為她自己犯了錯 是不是 用一盆雞蛋 傾斜了給中共 涂空了台灣的產業 也在2016 造成國民的大敗 麥英九就是為了 洗脫 這個 不榮譽 她自己一手做下來的 亡國 這樣 極力反映 在 這次 基金會 她自己的基金會主辦裡面 想反映自己的聲譽而已 那這些 在下面 就是 comment那裡 我會把那些視頻 放在那裡 各位 看看 這次基金會 馬英九的 她對 她對 2020的選舉 以及對蔡英文的惡評 看看 但是今天最少我們聽聽聽 蘇喜國師 在1992 在香港會談的時候 她定下策略 跟中國有個共識 她認同一個中國共識 後來她自己創 加了幾句 就下去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而認成了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那套戲先生 事隔二十年之後 沒有變 她這句 她主張沒有變 就是習近平 怎麼樣 在今年的元旦 四十周年 至台灣同胞書 一月二日都變了 九二共識 沒有 朝向 一中 沒有表 就是我實在過 表你的毛 對嗎 習近平很明顯 由中國統一來台灣 你們要認識 麻煩你們 做些研討會 或者等於以前 香港的草委會 準備 一國兩制研討會 準備應接 中共的統一 你們台灣 蔡英文已經是 不知蔡英文 很多 跟得上時政局面 都知道 一中國表 表你的毛 不用這個 習近平 說話已經知道了 看香港已經知道了 一國兩制 朝一國一制 還有 我想問蘇喜 你喜歡台灣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之後 最後就是什麼 最後就是一國一制 蘇生已經說了 蘇生 然後怎麼樣 蘇喜 看到沒有 九加三 其中的三就是台灣 所以就是 還未跟上時代 我看看 這位時革 二十年之後 提出 九二共識的蘇喜博士 在10月5日 由馬英九主持 基金會主持 如何論 台灣 局面 它很長的了 大約 我各位在三十六分鐘 那裡 聽一聽蘇喜 對台灣 假如蔡英文上課 有五個危機 各位聽了之後 我不要把視頻放在這裏 因為牽涉到版權問題 我們先聽聽聲音 聲音先 看 這些政敵要給他壓力的話 尤其習近平要準備第三任 那麼 我不認為 先講講習近平 可能清算到 國內的貪污有150萬 是他政敵 還有其他那些 什麼派系 追殺他 因此他對 第三任連任 可能需要怎樣 看看 台灣的局勢走成怎樣 又不幼稚 習近平擔心他第三任 你很瘋的 蘇先生 香港會變成一個 會變成一個拒絕 大部分的 大部分反對勢力的一個議題 沒有到那個程度 大陸對台灣的重視 遠遠超過對香港 這個 有耐心聽聽聽聽 各位讀者 會不會造成一個 反對勢力集結 我認為也不會 也還沒到那個程度 大陸經濟不好 會不會到那個程度 也不會 過去大陸經濟不好 情況 好多次 這樣跌一下 跌一下 那最可能把大陸的 反對 這個就是 蘇喜 都看到這一點 我怎麼一早說 大陸 五十年之內 你都動不了一條毛 他怎麼樣 我時說 習近平怎麼樣 為什麼貧貧兩劍 他是有劍的 只不過 貧貧兩劍和兩劍過了 是不是 再繼續 我認為 不可避免 尤其他在 福建幹了十七年 浙江幹了五年 上海幹了半年 二十二年的時間 在大陸 沒有人比習近平更懂台灣 所以 這樣子 還失敗 一國兩制還失敗 他在內部壓力 會非常非常大 那台灣有的人 會很高興 說習近平壓力 我們就很高興 其實你搞錯了 習近平的壓力 他不會自己承擔的 他不會自己承擔的 台灣是最可能發洩的地方 所以這五個因素 這五個如果 我今天特別把它列出來 也就是 我們要注意觀察 這五個是不是都存在 會不會到時候都出現 然後呢 深淺如何 深淺如何 每個都存在 而且每個都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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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因素很重的話 那麼 必須觀察 這五個 是不是都存在 會不會到時候 都出現 然後呢 深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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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存在 而且每個都是 所以你出五個因素 當然是蔡英文上台 這個 這個因素很重的話 更厲害地動山搖 地動山搖 的可能性就 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那麼 為什麼我們要擔心 這條件都存在 也不見得會怎麼樣 這五個 這五個主客觀條件 就使得 邏輯退 下一步的話 就是 台灣的這個 這個 列車對撞的 感應變得非常高了 這五個有 三個是主觀的 兩個是客觀的 第一個是主 第一個是主觀的 就是大陸的實力 金非喜比 等一下我們後面還會再講 所以它處理中美中關係 兩岸關係 並且更有自信 很多人說 大陸要對台灣怎麼樣的話 美國會怎麼怎麼報復 先貿易戰打成這個樣子了 幾千億這樣下去了 科技戰也出來了 大陸跟美國的損傷 兩邊都有 但是 大家也看得出來 大陸是有損傷啊 但是它還撐得住吧 你還要再撐 它還可以再撐下去 大陸是一個政治控制 經濟的社會 你用經濟戰來處理它的話 對它傷害有限 傷害有限 所以 我認為經過美中貿易這個戰之後呢 大陸對 這個 處理台灣的後遺症 在美中關係上的後遺症 會比以前更有信心 更不要說軍事問題了 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兩岸關係大陸當然更有信心 台灣現在是 大陸的GDP是4%而已 所以台灣的選舉 它在乎 但是也不像以前那麼在乎 然後蔡英文過度自信 自認為中共不會打美國回來救 1999年 他已經嚴重誤判了 我寫在我的書裡面了 1999年 我讀了蔡總統他們寫的兩國論 我就嚇了一跳 我說你怎麼可以研判這樣的情勢 他那時候給李總統提的報告 是跟李總統說 我們這個兩國論特殊國語的關係提出來之後呢 美國會諒解美國會支持 那大陸的話呢 它機器很大 官僚體系非常龐大 等到它轉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變成計程事實了 所以不用擔心大陸的反應 所以這個報告 李總統會拿到手上看 美國也會支持 大陸我們不必在乎它 他當然就把兩國論丟出來了 所以作為幕僚的提兩國論的時候 怎麼會做出這樣的嚴重誤判 怎麼會做出這樣的嚴重誤判 我寫在我的書上 我非常非常驚訝 這簡直是太不了解國際情勢 太不了解大陸的這個政府的體制 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一個 給總統這樣的一個建議 好了 結果禮拜六 禮拜六 禮拜五 李總會提那個說明 禮拜六我從美國坐飛機回來 當然啦 蔡英文當時李登輝提議的兩國論 尤其是時空背景 最後李登輝都沒有接受到 蔡英文的提議 將兩國論刪除 這些只不過有幕僚的提議 鬚起這些 為了證明他自己的看法是對的 將蔡英文 那些人 醜化而已 也有史詩術的描述 當時蔡英文 有向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策略 繼續聽下去 雖然有長一點 我們看看分架了二十年的蘇氣 有沒有改變 禮拜一上午到國安會去開會 國安會秘書長主持 我在那邊參加 開會當中就把兩國論 摘要發出來十幾頁 我也在現場看了 翻翻翻翻翻翻翻 翻了之後開會開了一個段落 主持人就暫停 把會議暫停 暫停大家休息 我在中間翻的時候 我就翻到那一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兩國論的全文 而不是全文 摘要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文字紀錄 我看看看 我就看到那一段 看到那一段 怎麼會做出這種判斷 這太太離譜了嗎 完全不是我理解的國際 美國的態度跟大陸的態度 結果我就 我就在 我就在翻 然後呢 Coffee Break大家就走了 只有我留下來 然後秘書就跑來 把這個兩國論全部收回去 我說我還沒看完 我還沒看完 我繼續看 我真的繼續再翻 我的那本就沒收回去 其他人全部收回去了 然後在恢復的時候呢 這個Coffee Break結束 恢復的時候呢 重新又發了一本 每個人再發一本 所以新舊兩本 我一對照 就是這一段 電腦把它刪掉 所以他們也發現了 這個誤判這一段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利用Coffee Break 把這個舊的本質收回去 發一個新的本質的時候呢 把誤判那一段刪掉 要掩飾這個錯誤 所以舊本新本我都有 非常清楚 他們做一個嚴重的誤判 完全是一廂情願 所以現在我認為蔡總統 我不敢說他 這個說 但是我必須說 還有這個記錄 嚴重誤判的記錄 好 這個習近平追求第三任的壓力 我剛剛講了 這個他要 現在為止他第三任的人選 還沒出來嘛 所以多管是他 雖然大陸 就不願意不願意講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非常safely 非常安全地去推定 他是第三任 所以他輸不起嘛 他這個蔡英文也一樣 輸不起這個 這一次的選舉 那習近平是2022年第三任 要開始加定他成功的話 那佈置的話 2020 那個2021 最起碼2021 2021就是他的第一個百年 2020 也就開始要 整個要啟動了 所以 換句話說 2020 我們1月份的選舉 會直接衝擊到他的第三任 起碼他的政敵會 這一點 可以看到 蘇喜也很同意 雖然他不知道 我不是說過 收台灣 是習近平的職業來的 那些元老 給他終身制 就是信任他 習近平可以收台灣 但是怎麼樣 搞出了大件事來 黃志民和張曉明 這個趕老闆 和中聯辦主任黃志民 那些元老闆 那些元老闆 修改逃犯條例 這條修改逃犯條例 是怎麼樣的 為什麼呢 蘇喜看不到 修改逃犯條例 最主要是針對台灣 我講過N次了 各位看看這個視頻 他看不到這一點 黃志民和張曉明 就是怎麼樣 就是藉著 習近平在1月2日 至台灣同胞書 那裡舔著上 去進一步 怎麼樣 限制台灣的活動空間 用法律去限制他們 立法 在香港 藉著香港 這個逃犯條例 進一步圈死台灣 素氣看不到 過去在馬總統的時代 我們跟大陸有溝通機制 什麼事情大肆可以 這點有沒有秘密 蔡英文有沒有秘密的通道 和你的名字 中共談話呢 根據 胡忠信 台灣的著名評論員 她說 蔡英文 和中共 仍然保持密事交流 我不知道為什麼 素氣做個國安會秘書長 她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這些 我也沒有確實證據 證明胡忠信說是對的 因此 我也不適宜否定 素氣說 沒有任何交流 蔡政府和習 習王 沒有交流 但是我不相信 李登輝的時候 也有密事 蔡英文 我肯定這樣說 我應該相信胡忠信 是有密事的 仍然是 好 現在最近講 大陸說 台灣民眾被拘留 這些事情都不容易 不會發生的 那美中也沒有戰略對話 那美中也沒有戰略對話錯了 國防部長有時候見面的 在新加坡也見面的 有時候 是不是 喂 中美有熱線的 有什麼沒有戰略對話 就是 蘇喜 就是為了達到 他自己 這次議會 醜化蔡英文的目的 不惜就是歪曲事實 所以我每次一想到這裡 我就 比調就變得非常非常悲觀 非常非常悲觀 因為我的 對國際政治 各國 過去一些 國際上的一些衝突 意外 幾乎每一次都有 這些主客觀因素 各種各種架在一起 反正你條件越多的話 它風險就越高 那現在台灣這個已經累積到一個 一個程度 讓我 就 很難 很難 裝著 沒有感覺 好 那麼 再來它可能會做什麼 這幾個 外交制裁 經濟制裁 有人說 明年早時候會 那個 然後威脅動物 一個威脅動物 一個真動物 威脅動物的話 就逼著大陸 美國來談判 來談判 談判最後的結果 就是把台灣變香港了 就是大國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了 就跟1984年 這個大國決定香港前途一模一樣 就是 大陸威脅 美國來交易 兩個交易 最後 真的就是蔡英文講的香港話 香港話 那麼講真的動物的話 怎麼動物我今天不談 這個太敏感了 這個 以後再說 那麼 就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美國來救 一個就是美國不來救 那美國來救的話 就打起來了 打起來 美國贏的話 就台灣獨立 美國敗的話 就兩岸統一 那麼美國不來打的話呢 就兩岸統一 或者是 再交易 那假這個 美國不來救 再交易的話 那這個交易 就比這個交易 台灣就更糟了 好 威脅動物 這個 直接 很快的就談 跟這個 美國最後 這個蘇喜說 都沒有問題 要留意她說 美國肯定不會來幫忙 下面有說 而且是 假如中美戰爭的話 第一點肯定 美國不會幫忙 第二點肯定 中美戰爭 美國百分之一百會輸 各位留意一下這點 沒有辦法來救 這兩個又不一樣 這幾個可能 就是大陸可能的作為 大陸可能的作為 接下來看 美國可能的作為 美國的作為 會不會來救 那我的判斷是 答案一二三 第一 美國意願不高 這是老百姓的意願 政府的意願是另外一回事 但整體來說 是 是有牽連關係的 那麼這個是 美國芝加哥的 令人的調查 這個是問 美國的民眾 保衛台灣 釣魚台 保衛南韓 保衛日本 保衛烏克蘭 保衛波羅的海 保衛什麼什麼 這些 這些可能會發生 戰爭的地方 台灣是 一直都是排名最後的 一直都是排名最後的 美國人願意為釣魚台打 美國人願意為那個打仗 但是不願意為台灣打仗 他引述美國的研究 美國群眾要主要 群眾 對於保衛釣魚台 和保衛 美國的群眾 和台灣的地位 是不熱心 是排到最後的 這裡可以理解 美國的群眾大多數 不是香港發生反送中 不知道很多人在香港 在哪裡不知道 台灣在哪裡不知道 但是軍方正要的人士 就是沒有那麼白目或者沒有那麼白痴 知道台灣的重要性 尤其是軍人打過越戰 打過韓戰 打過韓戰 那些將軍 打過韓戰的士兵 可能現在升到將軍了 越南那些也是 很厲害 是不是 他的看法 和軍人的看法 是不同的 這一點 有時候 蘇喜就是 置入性的 選擇性的 引起研究報告去支持他的結論 這一點就是 漢官要留意的 對手不一樣 跟大陸打仗 跟台灣和教育台兩個是最低的 最低的 台灣比教育台還要低 比教育台還要低 那其他的 這個保衛烏克蘭 保衛南韓 保衛日本是最高的 這個是 意願的部分 成本 或者代價非常高 這是很有名的一個 這個表 已經很多研究 經常在引用 我說美國的研究 經常在引用 這是2015年 蘭德公司 美國最好的一個公司 那麼 在依舊 國防問題 它是模擬 美中在台海交手 那麼 96年 他講了蘭德 你說戰略研究 中心很著名 但是難得 戰略研究中心 都犯了大錯 對熱尊的判斷 又犯了大錯 以為美軍會贏的 最先 我以為是有地位的難得 這個戰略研究中心是很了 有時候都是出錯的 每七年一次 那96年的話 他分九個項目 有的是打美國的基地 就是沖繩的那個空軍基地 那 這個是 這邊是針對美國的航母 第四個是打大陸的空軍基地 像寧波那邊的 福建的寧波的 江蘇的都有 那這個是針對 美國的航母 這個是針對渡海船團 這個是太空作戰 這個是Cyber 那麼 這個九個來比 看電腦模擬 看美國會 會贏還是輸 那麼96年 美國大部分都是贏 到2017年的時候 美國在兩個部分會輸 一個就是航空母艦 美國會輸 一個就是 美國的空軍基地 沖繩的空軍基地 戰爭開始兩個禮拜之內 都不能夠 才是任何作戰的 因為被摧毀了 不能動了 那麼航空母艦根本過不來了 會被打 會被擊沉 或者怎麼樣 就過不來了 這兩個是對台灣最關鍵的 其他都是比較吃藥 所以 那美國會不會 冒這種風險來 來這個 打 來保衛台灣 大家只要看 川普上台之後 他所有的外交作為 基本上 我把他講說 就是 只吵架 不打架 吵得很兇 罵得很兇 打架一次都沒有 一次都沒有 最近伊朗 最近伊朗 在燕門那邊 燕門的 用十架無人機 每一架成本 只有一萬五千美金 就把 沙地阿拉伯的油田 幾億美金的油田 把它幹掉 不是油田 拿他那個 設備 把它幹掉 幹掉了之後 大家都以為 美國人會替這個報復 這個摸摸鼻子 就算了 也沒有 對伊朗 不敢動手 前陣子 在兩年前 對叙利亞也是一樣 射幾顆飛彈 就了事了 所以美國現在 這一點就是 蘇喜有講到 說川普大師 只講不做 就不會打仗 這一點就是 客觀來說 當然各位有留意 今期的Times 有一位 第十六任的就是 北約的聯軍總司令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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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提出這一點 和蘇喜見解 說 川普可以這樣說 Talk the talk Not what 即是說 他就是 未必發動戰爭 但是我看 各位要看 對台灣 來講 假如遭受到中國 武力的侵犯 如果在川普的任何 會不會動武 各位要看一看 默克阿瑟 在國會支持的老兵不死 我研究就認為 就是 馬克阿瑟第一個 就提出這個 這個 賭鏈的概念 他就認為 當時就是 蔣氏、蔣介石、蔣權、蔣權 他叫做FOMOSA 就是台灣 是很重要的 不尋的項目 這個不尋項目 連結到怎麼樣 一路下去 新加坡 甚至澳洲 這條島鏈 當時是圍堵 這個 紅色的蘇聯 那這條島鏈 現在呢 就怎麼樣 當然是圍堵 中共的勢力 阿瑟已經說了 台灣 對中國的重要性 台灣失守 你不用讀過軍校 你把地圖拉出來 假如 中共可以武力 拿了台灣之後 怎麼樣 還數鎖住 上高 台灣變成中共內韓 中共現在武力 統約了台灣 鎖住 上高 韓人 直壁 釣魚台 日本 跟著 下數 升 澳洲 馬 泰 菲律賓 美國會不會給他這樣 還有 如果真的 中共武力 可以收到台灣的話 美元的地位去哪裡 美元的地位是怎麼樣 用軍力維繫的 所以我叫軍力美元 台灣是怎麼樣 是絕對不同 烏克蘭 克里米亞 現在連白鑼也知道 是不是 都提出 我們用克里 沒有一下模式 克里沒有一下模式 大家知道 普京的好東西 下刀的時候就下刀 用一些 但是 其實是蘇聯正規 正規的部隊 脫了軍裝 扮民兵 幫了 克里米亞 親蘇聯的人士 因此 經過投票的獨立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台灣會不會 做這個 克里米亞半島的形式 給普京 靜靜靜靜吃了 又不算靜靜靜靜 光天八日之下 吃了 然後用投票 威父去蘇聯 這個 克里米亞模式 連張安樂也懂得看 有可能 但是 在哪裏 中共最有可能 如果在武力 侵台的時候 在哪裏 在高雄那裏入手 所以我說 就是 民進黨 有點大意 高雄一定要守住 這個是很重要的 軍港來的 是吧 假如有 戰爭的初期 在福建 你只是有小三宗 大三通 大三通來的 有一些人 靜悄悄的 在高雄那裏上了 岸的話 很糟糕 是吧 所以 韓國瑜 假如他跟中共有路的話 他不會辭掉這個高雄市長 因為高雄是很重要的軍港來的 那裏隨時 中共可以通過福建那裏 靜靜的 或者坐一些商務船 或者運輸船 暗送 一絲兵離 在高雄登陸就嚴重了 就真的有可能 用克里米亞形式 佔據了高雄 蛤 那裏怎麼樣 大家想想 再聽下去 川普生意人 他不打仗 他罵人罵得很兇 但是 打架的話 他是絕對不幹的 跟這麼一個大陸一個大個子打架 各位想想就知道 你看這個 看這個東西你就知道 可能性是多小 再來鞭長莫及 這個是 對不起 這個是 19年8月份 就是 兩個月前吧 澳洲 澳洲的這個 雪梨大學的 美國研究中心出的 我這張給大家看 主要是看他的那個 時間啦 這其實我們在政府工作過的 大概都知道這個時間 大概多少 大概知道多少 但是他公開的文字 公開的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有一個這麼權威性的 字庫把它列出來 所以大家看這個字庫就知道 台灣在這裡 那看這個是南海 所以南海的話 基本上 大陸的飛彈 這大陸三個 澳洲似乎 所對台灣的研究 內行人 很少看 澳洲有沒有水準 是不是有中國通 你看看全世界的中國通牌名 中國通牌名 最近澳洲有多少個 好嗎 島礁這個是這個是第四個 四個加在一起 整個南海的話 它飛彈可以整個籠罩住了 那這個不重要 這是台灣的部分 那麼關島夏威夷 美國的航空母艦 是在這個地方一艘 在這個日本一艘 然後剩下全部都在聖地牙哥 聖地牙哥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關島 關島沒有航空母艦 夏威夷沒有航空母艦 那麼十艘防空母艦 有一艘是永遠在大修 盒子反應爐都拆下來修的 那只有九艘可以用 九艘裡面呢 三艘訓練 三艘維修 三艘作戰 所以最多是三加三 一艘是老兵為主 一艘是新兵為主 最多 通常作戰有效的是三艘 那麼勉強撐到六艘 所以六艘的話呢 那麼 能夠放在這個 從聖地牙哥那邊過來 到台灣這邊 非常非常遠 少說也要十天兩個禮拜 那麼中間你還要加上 政治決策的時間 你還要加上準備的時間 我的文章裡面有一次提到 我碰到一個 美國航空母艦艦長 退休的 我就問他說 你們航空母艦 接到總統命令說 你要多久 能夠準備好 這個生活出發 他說我要三天 我說怎麼可能會要三天呢 他說 他說 我們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本身就八千個人 還有普通還有其他的艦幾萬個人 幾萬個人 要把他們這個在岸上 在休假 在咖啡店裡面叫回來 女朋友叫回來 爬山啊 釣魚啊什麼 全部都叫回來 然後你還要準備這個 這個糧草 準備油料準備蛋藥 準備漢堡 準備什麼東西 最少三天 所以你把準備的時間 政治決策的時間 吵架的時間 航行的時間 算在一起 這幾萬個人 已經 已經掛了 已經掛了 這羊毛策是他 好 這個是 這是現實 這是這個 非常清楚的現實 這個呢 是 最新的 這是最新的 這次的 這次的那個什麼 這次的那個 閱兵的展出來 我還沒有仔細去研究 這個是比較 比較舊的 但是也夠新的 在去年出了一本書 這是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大陸的 對不起 我拿到這裡來好了 這個飛彈 這個飛彈 可以從這裡 打到台灣在這裡嗎 現在可以關島在這裡 大陸現在可以 很有信心的 打到這個地方 而且要打哪裡 就打這個樓 就打這個 張文化大樓 絕對不會打到外交部 打得這麼準 而且它的飛彈 是可以變方向的 變方向的 而且速度是五倍的音速 換句話說 非常非常快 五倍音速的話 大概 十分鐘一千公里吧 你想想看 比那個 比那個 戰鬥機都快多了 快多了 那麼 然後又是變方向 你根本 根本 攔截不住它 所以可以可以打到關島 所以美國的 美國的航空母艦 根本不敢進 不敢進入這個地方 進入這個 它停在外面的話 美國的飛機要來救 那就要中間要加油一次到兩次 那打仗打完了 你停哪裡呢 沒地方可以停 台灣機場都回的話 日本那邊也停不了了 所以停哪裡呢 所以這都是 就是 你就想想看 美國的航空母艦為什麼要來 就是 編長墨機 飛彈的那個 那這個就是 這個大陸的 軍艦的飛彈跟飛機的飛彈 美國的飛機的飛彈跟大陸的飛機的飛彈 是 對不起 不想繼續聽下去了 最主要就是蘇喜 韓國瑜的國師 蘇喜 韓國瑜的老師 也做中華文國的國師 準備想做 如果 這個韓國瑜得到證券之後 蘇喜 喜歡 親自 坐鎮 好 好 那在這段 講話裡面 就是 各位要聽的話 那五個原因就是 我會在comment裡 各位細細聽 總結蘇喜說 台灣 如果 中共武力犯台的話 美國不會幫忙 軍事衝突 美國百分之一百會輸 這是他的看法 我說過 川普 或者美國 已經看到 用忠情的飛彈 是吧 部署日本 韓國 或者菲律賓 甚至越南 泰國之類 那現在 川普說 是不是 最近 土耳其出兵 就是滅絕 在這個 聚里亞邊境 聚里亞邊境那裡 的 富特族 那 富特族 就是 美軍 消滅 ISS 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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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的 這一點 就是 令到 川普 不敢 動武 因為有很多 美軍有核設施 在土耳其 你們 看到 但是我講過 是什麼 美國 美國 用核子 暴龍 不是 核子困龍 的戰略 那些中程飛彈 在 韓國 甚至 川普大師 擦反 金正日 巴基斯坦 也要核彈 印度 未必 對 中共 有效 雖然 習近平 最近 去到 印度 化解了 中印的問題 但是 裡面 其實 內裡也有很多矛盾 你看看 中共的周邊 全部是佈滿 核子武器的危機 最後有可能掃諸這件事 當然我講的 掃諸黑武就是廢墟戰爭 那廢墟戰爭 你收好台灣也沒用的 敢不敢搏呢 不敢搏呢 就是常規戰 那常規戰 美國的飛彈很厲害 就是五倍的超音速 那常規戰的話 中共就是 韓戰裡面就是 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 沒有了邊方是贏的 贏的都是慘勝的 韓戰是 越戰 越戰是美國公認失敗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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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戰爭每一場每一場 是獨立計算 是嗎 那跟著要台海戰爭 假如 當然是希望 是嗎 是嗎 如果核戰 就毀滅了 是嗎 看看哪個快哪個準 是嗎 大家都有的時候 雙方都知道對方有致命武器的話 就很少會動用核戰 那常規戰的話 中國打不打得起呢 新疆 西藏會不會分裂呢 習近平最害怕的 土耳其是看到有機的話 會不會趁機呢 是鼓動那些僵毒在那裡 所以蘇起看不到的話 就是 如果中共失敗了 就怎麼樣 全國分裂 西藏獨立 新疆獨立 打不打得起呢 你還想找贏呢 找贏呢 不用鬆氣說 是不是 立即用黑尼武武式 看到這個 假如看到這個 喂 川普不敢出兵 喂 我運一絲人 現在隨時運不到 韓國瑜守著高雄 你看他剛剛搞小三通的 隨時運到一絲人 在高雄燈 為什麼不敢做呢 思考一下蘇起 我看上去就是 大陸對台灣的政策 應該就是香港的模式 用各方面滲透 對嗎 接著怎麼樣 就投票 不過你看到台灣那些 現在只有年輕人驚醒 還有蔡英文 現在民進黨裡面 可能已經驚醒了 更加向一步 向美國扣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看到的話 美國不會放棄 台灣是一個 不尋可無 我希望我可以鬆氣 就不要給中共 一個錯誤信息 好像現在中國 都大交大將 事業都說 半個小時搞定你 用武力收台 哈哈哈哈 那個效果 想想 是不是 以為是判斷 是不是 那汪洋就接見那些 哀國記者 那些社團 那些報館 是不是 那些重要人士 最近 在 開過會 是不是 都笑了 你台灣自己 的命運 不知道怎麼樣 是不是 你以為美國一定會救你 他就說大 多數不會 當然這些宣傳 是不是 那不會造成一種 恐怖的效應 美國不會救你 台灣 是不是 哈 蘇喜現在就說了這件事 他現在其實是制出的 亡國論 即是 亡國幹去威脅 威脅這個 蔡英文 蔡英文 說蔡英文打這個 說蔡英文打這個亡國禁 其實蘇喜和馬英九 包括他的徒弟 徒弟 韓國瑜都 製起亡國錦 亡國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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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他的徒弟 韓國瑜說 欸 如果 台灣有什麼事 我自己 打起槍來保衛 這一點真是 喂 韓國有很多狂熱 很多狂熱 所以因此 我的風險就是 民進黨 民進黨其實就是 當蔡英文出現都會加強他的保安 韓國瑜說 有什麼危機 打起槍來保護台灣 哈哈 你們也是不是 祭起芒果桿 想祭起芒果桿的效應 好了 那蘇喜 那蘇喜 二十年之後 仍然是拿著 九二共識一眾目角表 真是 缺世節 蘇喜 還有表嗎 表你的毛 沒有啦 唉 就算台灣 有些人 當然有很多人 是很暗糕的 黃之賢 雷仙 趙少康 賴岳謙 是吧 余慕明 是吧 優毅那些 是吧 都認為一國兩制很可行 我想問 一國兩制的終點是什麼 就是一國一制 香港 一國一制是誰收你 中共收你 是吧 如果同意一國兩制 蘇喜 支流的話 我想問 將來一國一制 你現在也說吧 美軍這麼強都 沒辦法幫台灣 是不是一國一制 中共一定會吃你 你還有行 祭起一國兩制出來 還有行的 拜託你啊 韓國瑜 你要挽救 現在已經有人說了 韓國瑜 你真是偉大 一一二四 去年 你一人救全黨 救了國民黨 你現在救了民進黨 你就會生氣 一國兩制 聽師傅說 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如果每一國兩制 除非 overoverover over my my dead body 你表面上說 不會 你如果祭起的話 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一中國表 輸到你 很糟糕 韓國瑜 你不相信嗎 打起這個政策 其中之一就是一中國表 九二共識 跟你師父這樣說 輸到你很糟糕 不過現在 現在 我一早就說了 扑子 想不到 他師父的智慧是這樣的 所以 故意要這樣 要調他師父出來 終於出來了 經過幾次批評 終於出來了 出來了什麼事 各位聽聽 韓國瑜 十五天就出征了 我沒見過 這麼低的幕僚 唉 我現在要出征 喂 很容易被人聯想到 你出征 征止是征的 當你拆了一場選舉 你要sell的時候 你一定有些避忌的 你提出口號 這一點就是 我知道 我現在要出征的 是一個 國民黨的軍哥 來的 我在這裡 就無謂冒犯 當我兵的 國民黨人 當我兵的人 或者國民黨人 確實 你 要推出口號的時候 或者政治宣傳的話 你要有些避忌的事情 比如十四這些字 唯二四這些字 一定會避忌的 我現在要出征 我現在要出征 你不是自衛 自黑的時候會出征的 人家好人 很多人會聯想這件事 你為什麼 你起身炮 就要 我現在要出征 真是惡劣 就是他 韓國瑜一早就無聊 一早就說 你怎麼說 竟然蘇喜 馬英九一直陪葬 馬英九有目的 知道自己犯錯了 是不是斷送國民黨 不是斷送 他開始毀滅國民黨 就是馬英九 終結就是韓國瑜 你助就為虐的 蘇喜都落淡 我不是說過 國民黨哪有人啊 一二四之前不是我們出來 不過韓國瑜一早就早 看到那些書文運動起來 我看到了 韓國瑜也知道 吃了之後以為什麼 九二共識一張角票 做成的 你看他吃了之後 趙少康那些 先鋒點火 我不是說 那時候就說的 表你一條毛 輸死你 假如你選高雄市長 可以打這個旗號 其實是一種 書文的覺醒 但是那時候 吃了之後 韓國瑜 歸結是九二共識一張角票 我看到就是 玩完這個人 我一早說就看 現在不是現在說 很早幾個月前說 回看我的視頻 唉 唉 國民黨主要軍 你要自己回南京 你不用這麼淒慘 被韓國瑜玩你們 中港中國街燒 誰上來都不怕 都會有對策 對不對 但是 蔡英文上來 他也不敢 真的宣佈獨立 美國也不會叫他獨立 大家知道 蔡英文保持現狀 但是蔡英文 不會向他 習近平屈服 經過反送中 台灣幾年驚醒 韓國瑜 別以為你只會 拿槍來保護 台灣 有很多 驚醒的台灣 青年 自己也會拿槍 假如大陸來 去保護中華民國 所以奇怪 保護中華民國 最厲害的是什麼 勇敢英 那韓國瑜 就是輸了一場選舉 而到現在為止 那些 吃我口水尾的 大家都知道了 韓國瑜沒有希望可選總統 大家輸得很慘 大家在這裡賭 那立委裡面 我早就說了 民進黨是不是大四起 養肚殺部署 殺這個韓國瑜 大四起是什麼意思 民進黨是大四起 總統贏 立委贏 是吧 高雄市長 滅了韓國瑜 還有國民黨 趕他回去南京 有人說過這次 民進黨是大屠殺的 多謝韓國 國民黨的這幫人 吳敦爾 馬英九這些 蕭莊派那些 我不知道 放了上來的 這幫人 老而不 那些什麼 真什麼 那些 那些這樣的名字 我都不認識他 那些這樣的 那些小混淆 v 這些低劣 一場 書文 運動 中共贏了十五个燃赏 形势大好 搞到现在 不过早如早是低劣的 就是低劣程度 连中共也摇头 中共以为真是 九二共争在中国表辞了十五个燃赏 接着就是 習近平一月二日 强硬说 中共和 你以前的观念 你国台摆了你 就容易打路了 都错了 还以为一中国表有些表 習近平真是用强硬手段 是不是 虽然我们制度不同 但是不错是统一 是我们统一你 时间到了 所以 还有一点 就继续表 输到你扑街 啊 你的徒弟输到你扑街 啊 啊 哎 想不到就是 啊 啊 石膊如云的国民党 竟如信了一个韩国瑜 真的可笑 这场 2020年的选举真可笑 蔡英文 坐在那里 没什么做到的事 反送中 啊 啊 中共送支枪给他 不是他撿到枪了 中共送支枪送大炮给蔡英文 啊 那还有八十多天 是不是 有没有危机 蔡英文 懂得看的人 可以看到他有危机 我当然不会说 韩国瑜 万一 有没有死女逃生的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不大 有一定 我当然不说了 好了 今天 题目就是 蘇喜国师 韩国瑜 出征了吗 蘇喜国师 不要治愈 大家 自嗨 出征的当然会自嗨 精子的精子 喂 真的 我现在要出征 但是我跟着他们就是 用那条军歌来的 做起身炮 这个精子 征征征 我现在要出征 但是很容易联想到自嗨那些 出征的 那些九流 起身炮宣传 这些文宣真是惨 今天是结束的 大家去看看 國民党原来的文宣 和他们所谓的 所谓的 国策顾问 所谓的 国征 这些智囊团原来就是这么低烈的 唉 我们大家去出征了 再见